告诉我说如果确认我看了照片 确实不是我妈妈 那我就签一个同意书说 就表示他们会处理掉 从那之后官方、检方、警方 都没有跟我做进一步接触 所以之前媒体所写的所有 我去验DNA都是不实的 因为没有人叫我验DNA 然后这次我来出情 其实也不是说我要认识了 而是我还是在媒体上看到消息 说他们验了一个多月 验出齿磨是我母亲 我觉得非常诡异 因为你为什么会先跟媒体说 但没有找到我通知我这件事情 还有另一个诡异 我等一下可能会请问说 中华民国验齿磨要验一个多月 我也觉得很奇怪 第三个就我有生之年 我母亲没有在台大医院看过医生 我老实说她有一点政治偏见 她深懒 她觉得台大出来的都很绿 这不是我的偏见 是她的偏见 所以她从来就我所知 没有在台大医院看过医生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从台大医院 可以调到我母亲的尺寸 我都觉得非常讶异 那今天我收到传朋友来 其实上面也并没有说室友 只有说证人 所以官方最后一次跟我接触 就是那一次说 如果我确定是无人事 他们会处理掉 所以后来所有媒体出来的 我不知是媒体的报道不实 或者是检警有什么 不知道 因为对 大概是这样 我今天出庭的室友 因为我也没有写室友 对对对 昨天检察官那边有一个小姐很亲切打电话来 她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叫我来 她说因为这是检察不公开 所以如果中华民国的法律是这样 检察不公开 我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媒体的报道 都跟我没有关系 大概是这样 谢谢